捅花灯 明天晚上点灯之后 就持续展览到元宵节当天 欢迎大家来参观 即使天气冷嗖嗖 园区内的工作人员们 还是顶着寒风在会场里 帮忙检视花灯 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游文资会在台中创意文化园区 举办的春节元宵系列活动 集合了各种传统的花灯和民宿活动 希望可以让民众 进一步的体验台湾传统的元宵节文化 主要是要让下一代感觉到 说我们以前老一辈的一些 传统的一些方式 也能够展现得出来 让下一代能够看得更明显 从平安灯下走过 祈求来年平安幸福 妙语元宵节活动中 常见的钻灯角在这里也看得到 钻灯角这项活动 在传统仰赖劳力 重视继承香火的农业社会中 还有妇女希望天丁的另一层含义 因为台语中的灯 谐音就代表生男孩的天丁 软点咯 现在人比较少人软了 不过原则上晚上来那边钻 会特别比较感觉 比较有过年的气氛 虽然花灯还没完全准备好 但是在传统的灯区内 大人和小孩们开心的在一旁 跟自己喜爱的花灯拍照 原方表示 在元宵节前夕 会举行台湾各地元宵节的 传统民宿活动 像是受炮台 起归等 希望可以让民众感受到 在地传统的过节气氛 度过一个特别的新春佳节 记者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